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种野外救护的设施设备的完善 也提高我们的救护能力和功能 你比如说还有像无人机 无人机我们在野外就需要的更广泛一些 一个是无人机的跟踪 无人机就是说它可以用热成像热感应红外线等等 它可以全天猴的来跟踪 我们知道老虎在野外会遇到很多的一些状况 那么它的生活得好与坏 也代表它整个一生境一个生态保护的一个方面 我们下期见